西班牙實施封城近四星期初見成效 深圳確診和死亡人數再次減少 首相桑切斯尋求延長國家緊急狀態令的時候形容 疫情已經達到頂峰 好像大火一樣受到控制 即將進入回落階段 桑切斯又說正制定計劃分階段恢復正常生活 但是他強調國家正面對自1918年 西班牙流感引發全球大流行以來最大的公共健康威脅 必須逐步離否則疫情將會反彈 又呼籲歐盟要團結應對 歐洲的確診個案持續增加 英國天空新聞報道 德國一支救援隊將歐洲各國的確診病人 運到有深切治療床位的醫院 舒緩醫療壓力 在英國封城令實施就快三星期 暫代首相職務的外相南韜文主持抗疫會議 討論是否延長封城措施 約翰遜發言人說英國疫情還未到高峰 現時正處於關鍵時刻 必須執行以採取的措施減低病毒傳播率 有線電視記者郭惠儀報導 是否在共同疫情 降低病毒傳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